我们开始这一课 我在第二期的这个课程里我说过啊 我说我这个最近在媳妇家 然后第二期第三期是同时录制的 同时同样 如果说这一课要是有杂音的话 大家都包含吧 好那咱们就开始这一课 咱们打开 我刚才调试一下 看看这个啊 打开这个虚拟机啊 我要把这个删掉 然后说一下这个解压包啊 解压包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RAR这个就是压缩关键 制作的这么一个自解压安装包啊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安装包 就是我们如果说双击 然后去执行执行它安装在哪儿 这个时候它会设置一个就是 在解压的时候会默认隐藏运行一个什么东西啊 所以有可能是病毒 也就是可以设置 不代表说所有的这个压缩 压缩包都有 所以大家小心吧 碰到这种怎么解决呢 右肩 解压到啊 用这种解压的方式 它就不会执行了啊 那种自己的方式 人会执行的 大家防范一下吧 然后这是程序 我们打开来看看 我记得这个程序好像 阿震给我发过吧 我没有太太多印象 然后今天在论坛看到觉得这个东西 也是能学到新的知识的啊 然后也是大家常犯的一种错误 就拿过来讲一讲 那就是这样的程序打开 提示我们然后输入注册码对吧 否则的话点继续还能继续使用啊 试用应该是试用啊 不是使用啊 继续试用 好那我们就 ODI载入啊 这是一个没有壳的程序啊 是VC8的 我们先用 可能很多人都会 有一种有一种这个这个 感觉啊就是 可以用F12暂停法对吧 那我们就来试一下 好 竹子换出来了 然后这个继续也亮了 说明他这个代码呢就加载完毕了 这个时候我们按F12 然后会很多人会想起来 我教过你们一种简便的回溯法 就是Auth加F9 这个执行到用户代码对吧 我们来试一下 好然后我们F8 然后程序就终止了程序退出了对吧 那可能可能到这以后很多人会想到那既然这样的话就下一个退出段点 好那我们试试 F9运行程序 程序运行起来了 等待代码加载完毕 完毕然后我们F9 F12 F12以后我们还out加F9 F8 同样是没有被拦机的啊 没有拦机到那个退出 所以这样的方法是不可行的啊 那暂停法该怎么用呢 其实还是有一种的 还是有一种就是咱们 最原始那种暂停法啊 最原始那种 代码加载完毕了我们F12 然后按K 为什么没有成功呢 因为咱们那个暂停法 之前说过啊 是 弹窗啊 是最好用的 像这个虽然他也是弹窗 但不是他一个 这是他不是一个 信息窗啊 这是 是类似一个窗体啊 好像是个窗体 你看这个函数他也是不一样的 这是get message 那个咱们通常要常用的那是什么的 是message box 对吧 所以这是获得信息啊 那是信息盒子不一样 所以咱们找到了 那他咱们就在这 邮件 显示就要用 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人会就就会 在这下一个段 对吧 可能会很多人会在这下一个段 甚至聪明的人啊 会在段下段啊 这是非常聪明的 好那既然 咱就这个就这下段 咱就不说了啊 直接说说这个好的方法 好然后下好段了 然后我们该怎么办呢 F9运行 哎断下来了吗 试一下 中止了 对吧 那我们 断点不删 重新带入 F9运行 F9运行 你会发现 这个注册车还没弹出来 然后呢 程序就断在这了 那就我们是刚才下那个断点啊 这个就是这个从这反回的对吧 从这反回以后在底下下了一个断点 然后程序就断在这了 那说明我们就断对了 是吧 就说明我们正确了 因为那个注册窗还没有弹出来 这时候就断下来了 完全正确 完全正确那我们就F8 就是这个扣是吧 掉用了 这个扣掉用了 那我们就看看哪能跳过他 其实这都不用详细看了 为什么呢 你们想想为什么这就不用详细的看了 先考虑我这个问题为什么不用详细看了 我们找到断手都没有能跳过这个扣的 为什么就不用详细看了呢 因为他是程序的领空 你看这个地址 这么大 对吧 不对 我又说错了啊 因为他是系统的领空 这个地址这么大啊 是系统领空 是不能修改的 所以我们就即便是找到了跳过 也是没有用的 对吧 我们 F8我们去断尾 你会发现这有一个 循环玩命的循环 你看总是要能回到你刚才在上边下的那个断点处 可能很多人就会把它取消了 就认为那就是他捣乱 对吧 其实我们就是可以取消 那我们需要怎么办呢 我们先先下场 我们先下场 我们F8往下走 可能会 很多人会 会想到 与其这样走 那不如直接 奥特加 不是Ctrl加F9 执行到返回 就执行 直接到这个段位 对吧 那我们试试啊 又被断在这了 对吧 然后再来 又被断在这了 好那我们先取消这个 这个位置啊 你先取消这个位置 这就是我们那个 暂停法返回 段位下段的那个地方 对吧 取消他 然后奥特加F9 然后呢 然后你会发现没有用对吗 发现没有用 好那我们 既然既然这样了没有用 也返回不到 他这还总是出问题怎么办呢 我们还是重新载入一下 这就是一个思路问题了啊 在这就是一个思路的问题了 F9运行程序 好我们还是去那个位置啊 暂停 然后K 显示调用 段位下段 重新载入 对吧 就是这个步骤 好让我们F9 然后在这个注册中 里没有弹出来的时候 就被断下来了 断下来了 然后我们 F8 先取消这个段点 取消这个段点 然后F8 F8 然后我们想到这个段尾处 刚才我们想到这个段尾处 对吧 所以我们在这下一个段 在这下一个段 看 然后 然后呢 它是一个 执行到这 然后是一个循环 总是一个循环 它只循环了多少次 我们也不知道 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去跟踪他 对吧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 F4 运行到 选定位置 或者F9 一下应该也是可以的啊 F9 哎 看来F9是不行的啊 既然F9不行 那我们就 重新载入 去那个地方 F4 或者说能不能直接断在那个位置 然后看来是没有断在那个位置好那我们 F12 K 显示要用 断尾下段 我重新来啊 那我们就用F4的 这种方式 让他 去段尾 哎 刚才那个断点 这个断点 这个断点 是这个断点对吧 我们先取消他 然后呢 就来到这个扣的里边了啊 我们在这下好断点了 小断年以后我们在这 F4 啊 是这样 F4呢 他可能会执行到那个扣以后 等待 等待我们那个 操作啊 我们 选择这个 继续 就是继续试用吗 啊 继续试用 好 我们F8 取消这个断点 F8 反复到上一层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有两个有两个跳转是可以跳过的 当然你要是把这个跳转修改了以后你是能进去的啊你是注册版但是你 但是这个是有水印的我举个例子啊 我举个例子啊 咱们 咱们这样咱们在这下一个段在这下一个段在段位 断尾处其实这是跳过的对吧 好我们就在这下一个段吧 是有水印的 怎么是水印的呢我们重新再入 就简单的看一下啊虽然是不能修改的但我们简单看一下 好断在这了对吧我们修改标志外进行测试 没有弹出注册刷然后我们接个图试试 看这个图是有水印的所以说咱们还是未注册版对吧 请购买注子 请购注册码 请购注册码对吧说明我们还不是正版 那就说修改罩是不一样的不行的所以我们还是需要继续回缩 这个时候不要盲目的去 瑞腾出下段 不要盲目的下段为什么呢待会我给你演示一下为什么 看我们 我们就直接让他跳过来吧 直接让他跳过来 因为刚才的抠是这个口对吧 然后即便是直接跳过来也不会影响的因为 还是直接跳在这啊这个条转也是直接跳在这 好那让他直接跳过来 F8为什么不能直接盲目的就在这下段然后F4或F9进行呢为什么我往下看啊 因为这有一个跳转跳过了这个瑞腾直接跳到下一段 对吧 所以还是需要有时候还是需要单不跟踪的啊不是瞎跟 来跟踪 刚才说错了不是瞎跟应该说不是瞎下段啊 单不跟踪还是有必要的 丢失了 就是我们在他下一行 下一个断点 然后T 右键 把挂起了激活这个时候断点就回来了 他可能这儿是连接了一下服务器啊 好然后你看这个位置就是系统啊就是程序的领空了对吧 然后我们可以看看有没有跳过这个code这个code 看这儿是跳过了对吧 然后这个跳转呢又跳过了这个跳转那肯定是 是他在作怪肯定是他成功了啊这个跳转可能成功跳过这儿了对吧 我们试一下尝试一下我们在这下一个段 然后把那个刚才系统领空的那个两个断点删除掉 咱们只留程序领空 然后我们重新载入 F9运行 好运行以后你看 果然是这个这个跳转是成功的跳过了那我们就要把他弄不了 就不能让他成功 然后这个跳转呢又不给力啊又没有成功跳转 真是掉链是吧那我们就帮他修改一下改成这样 好然后我们F9运行程序 你会发现啊你会发现成功了 然后这还弄一个 那凌生数特码期限其实是他已经不管用了啊 然后我们测试一下看你还有没有水印 看他已经没有了对吧 说明他这个注册项已经被咱们给爆破了 好我们 把它选择咱们把它这个 保存出来 然后我们看看啊 OK了对吧已经OK了 已经OK了 那这就是一个 呃注意我刚才操作的步骤和思路啊 咱们很多时候就是破解技术学的差不多了很多时候破不了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思路没有啊思路不正确 好那这节课就到这了啊 哎这是那个这是那个类似于系统领空那么一个东西对吧 就是那个就是这个 那就应该还是可以修改的啊应该是可以修改的因为他是一个程序领空 这个大家自己尝试一下吧 啊但是修改这个没有必要的因为修改那个位置 呃 还是被注册啊还是有水印的虽然是注册窗没有了但 还是不行的啊 就这节课就到这 大家再见